这是新款的花强杯三代耳机 小二认为这款花强杯耳机的诞生 让这个市场有卖花强杯三代耳机的意义 之前这款花强杯耳机三代耳机是非常不稳定的 今天我给大家开箱做个对比 我们首先把这个盒子给它打开 很多主播说通过盒子来辨别这个耳机的好坏 小二觉得这不是辨别好坏的一个关键 因为盒子很容易反照 盒子也不是核心技术 真正的核心技术而在于这个耳机 我们看一下这个耳机 我们直接记录主题 我们两个耳机对比一下 我们明显可以发现这个耳机的材料会更好一点 这个耳机的材料是为了比较粗糙一点 我们通过后面来看一下这个荷叶 这个荷叶明显做的会更好一点 这个是铝合金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塑料的 那我们把耳机两个耳机打开 我们把两个耳机打开 把耳机拿出来 我们把两个耳机打开的话 我们把两个耳机放在手上 左边这边的话明显会撞以右边这边 质感也会好一点 那我们把耳机的这个帽子打开 这个耳机的帽子打开的话 它是一种黑碗的结构 黑碗的结构 而这个耳机把帽子拆掉 它是一个同转型的 这个耳机的话 它是跟原装是一比一相近的 而这个帽子原装的跟这种的话 是可以通用的 这个音质的话 跟原装的话能够接近个百分之九十几 而这样的音质的话 跟原装的只能接近个百分之五十 所以说大家买耳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老是听商家们的吹嘘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个耳机 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我们把两个耳机就是打开盒子 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指示灯 这边的指示灯的话 它不能聚光 有带闪光的这种一种特色 而这个耳机的话 它是接近原装的特色 这边的话 它是比较聚光的 然后明显我们看到 这个耳机的话 带有很强的反尺 顶部有反尺 而这个耳机是没有的 没有反尺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两个耳机 给它端进去看一下 你看到了吗 像这种老式的耳机的话 这个网罩是做得非常粗糙的 朋友们看到了吗 为什么说这个耳机的出现 是对整个华盛牌耳机三代改革 三代的最重要的提升 因为这个耳机出现的话 是真正原则意义上面有通透模式 为什么有通透模式呢 取决于这个耳机 它这个帽子的原因 因为原装的帽子也就是这样子的 什么叫通透模式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通透模式就像当于耳朵里面塞了个气球 这时候把通透模式打开的时候 就像当有个针 把那气球给扎破 它能够有效地听到外界的声音 这叫通透模式 而这种耳机的话 它带到耳朵里面 它就像有个棉球 直接堵住你耳朵里面 而这种帽子是不可能存在通透模式 而这种早期的三代耳机 所有通透模式 它也是一个摆设 这个滑墙被耳机出现 这个通透模式的话 真的是能达到原产的95%左右 咱不能说百分百 我们再讲讲这个耳机 有什么质上面的提升 这个耳机最大的质的提升 就是它的续航能力提高了 它原先的续航能力 相较了一个三代耳机 它续航能力只有一个小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而这个耳机的话 续航能力真正意义能达到四个小时左右 朋友们四个小时左右 而这个耳机的话 摒弃了传统的那个滑墙被耳机的电容式光杆 因为电容式光杆是一种非常非常垃圾的光杆 以其还不如不要做出来 这个耳机才能是真正的光杆 它不容易出现误触 或者自动暂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耳机 跟这个耳机有什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耳机 这个耳机的明显料指缘的会更厚实一点 这个耳机料指缘的会更实一点 我们拿到手上 我们就明显感到这个分量是非常足 而这个分量是非常轻的